我们来讲一下教材 我们提供给大家的教材有这几个 其实这两份PDF都是 其实你安装完那个Colesim 它的安装路径下面 就会有这两个档案 那这个是我们国外那边 其他同事做的一个 Mark跟AC4的一个流程的例子 所以我们待会如果这个例子可以用这个 那其他的例子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Demo Guide Demo Guide里面就是所有这个 我们这个Colesimulation的所有的范例都在这里面 那 其实你在我们的那个Download Center下载的时候呢 也会下载到这些Menu 而且会下载到所有的这些Example 那我今天提供给大家只有四个Example 就是我们因为课程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就每一个这个 这个主要的这个偶核的方式 我都做一个 那其实它有提供四五个 那大家可以去看这个Demo Guide 里面是所有的这些 呃 偶核的一些 呃 范例都在这里面 那每一个Session呢 它都有提供 四五个 有些可能有更多个例子都在这边 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这些例子呢 它都有提供对应的档案 就是在我们的Download Center里面都可以Download到这些范例档案 那如果大家没办法去Assess那个Download Center的话 呃 我可以再提供这个档案给大家 好完整的 OK 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 教材会是看这个User Guide 好 User Guide 好 因为 哦 我们的CodeSim的话呢 目前其实它 并没有一个 专门的教材来讲这个部分 好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User Guide的部分来 好 跟大家介绍 因为User Guide其实它讲的蛮详细的 好 蛮详细的 OK 好 那我们现在的CodeSim的版本哦 是 2021版本 好 CodeSim的版本现在是2021版 那之前的版本是2020版 它在今年应该是下半年才更新了这个2021版本 2021版本 那它做了一些功能的赶进 然后同时也把它可以偶合的这些球解器做了一些 然后进版 那就是基本上都支援2021以上的版本 好 那其实这个CodeSim的呢 其实是我们这个MSE Software的里面的一个算是偶合的平台 它其实只是一个平台 它是用来去跟其他的球解器去做沟通的 好 去做沟通的 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 去做沟通的 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 稍微 这就是MARC跟ACFLO 然后NARSTRAIN跟ACFLO 还有就是三个就是ADAMS MARC跟ACFLO 这三个 好 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沟通的界面 负责去传递这两个球解器之前 好 所需要的一个档案 好 一个档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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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 就是目前我们的CodeSimulation的这个平台呢 它能够做的 呃 偶合的 呃 这个球解器有这些 好 主要支援ADAMS 好 好 然后NARSTRAIN AC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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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版本才release 那我再来说明一下 好 ADAMS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都听过就是做我们的机构 呃 MVD的球解器 机构运动的一个工具 好 可以做钢体运动 也可以做流星体的分析 MARC的话就是我们的非线性有线源的球解器 那NARSTRAIN是我们的线性的有线源球解器 好 那ACFLO 呢 跟ACFLO 就是我们的Cradle 就是我们的CFD工具里面的两个 其中两个模 算是工具 好 两个球解器 所以 ACFLO 它用的是这个蜂巢网格 就是它的网格呢 是像蜂巢状的 就是任何的实体的外表面 它都可以用这个 有些类似Tetra 就是用这种蜂巢的网格 就可以fit出来 它任意的起合形状 那STREAM呢 它是结构化网格 结构化网格 就是所谓的六面体的方块 所以它在做网格的时候 STREAM呢 是用六面体的方块去做堆叠的 那 那两个应用场域有点不太一样 就ACFLO 比较适合用在複杂的这种集合上面 那通常场域会应用的比较小 比较属于零件和Assembly这种等级 那 ACFLO 比较适合用在大场域 因为它是用这种结构化网格 就是六面体去堆的 它就是用在这种 做这种整体的环境啊 风场啊 这些 室外的这种分析上面 就是大场域的 它的效率会比较好 那这个 ACFLO的偶合呢 是 这个版本才加进来 之前是没办法做这个 之前只有前面几个 好 那我们现在2021Support的这个 这个 球解系的类型 球解的分析的类型有这几个 比如结构的 结构净例 就是ADAMS跟MARK ADAMS跟MARK 我们现在是做的是 呃 结构跟ADAMS是做Static ADAMS是做Static 或是ADAMS、MARK、ACFLO 然后 Structural跟Dynamic Training 就是MARK跟ACFLO 就是做站态的 做站态的 然后 呃 MultiBuddyDynamics的净例 就是ADAMS跟MARK 这个目前 呃 也 它也有支援这个Transient MultiBuddyDynamics Transient 都可以 好 那 那 那类型的话 就有这些 后面就有支援的类型 就是做偶合的时候 它有支援的 然后 Sermal的部分 就主要是MARK跟ACFLO的偶合 那我们比较常做的 像是MARK跟ACFLO 就是做流固 流固的话 它基本上是属于这个类型 就是 结构跟Dynamic Training 就是ACFLO都是做站态的 就是做站态的 是做站态的 是做站态的 然后Nartrain跟ACFLO 其实跟MARK跟ACFLO 是一样的 只是两个球解器 不一样而已 一个是用MARK 一个是Nartrain的Solution 400 其实也是MARK的球解器 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场景 就是比如说 ADAMS跟MARK 这个场景 ADAMS跟ACFLO 这两个场景 基本上跟ACFLO相关 它基本上做的 都是站态的分析 因为ACFLO 通常做的是 食欲的 因为我们做 偶合的分析的话 就是做的是实时偶合 所以基本上 跟ACFLO偶合 基本上都是做的是站态 都做的是站态 好 那这些分析类型呢 我们后面会 有一些 范例来说明 这些对应的 球解的类型 那这边是 CoreSimulation它的架构 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它的沟通的平台跟界面是什么 那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点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CoreSim 2021版 它现在用的是这个FMI的一个沟通的界面 它资料传递是由这个通讯协定 FMI的这个通讯协定去做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其实 不用特别去记啊 就是说你装完软体之后 它这些东西都会装上去 那主要是它在做CoreSim的时候呢 它需要有一些 沟通的界面 去做这些资料传递 那这些 这些通讯呢 都是它在做CoreSim的时候呢 它会自己去呼叫的 那每一个球解器呢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Adapter 就是负责去跟它的软体去做沟通的 比如说Adams有一个自己的 Gradle有自己的 Mark跟Nashen都有一个自己的Adapter 好 那 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这个 现在的2021版的这个CoreSim的这个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 它实际上分为 三个步骤 好 第一个呢 就是做这个CoreSim的前处理 好 叫CoreSim Pre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CoreSim Pre 那2021版呢 现在提供两个工具 一个叫Basic 好 一个叫Plus 好 那Basic跟Plus的差别呢 就是 嗯 Basic呢 就是 你如果用过旧版的话呢 Basic就是 传统那个旧版的那个文字提交的界面 就是它 没办法看到彼此的模型 就是2020版之前的话 我们CoreSim呢 它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界面 然后去定义哪个球解器 然后输入对应的JobID 好 然后就这样 就提交球解 它其实是最基本的界面 好 那这个界面跟之前的界面一样 它是不会额外吃license 那它现在新增了一个叫CoreSim Pre Plus Plus的话呢 就是 嗯 它开发了一个新的界面 那这个界面呢 可以 在做模型设定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 两者要偶合的模型 就是它偶合面的位置啊 然后它定义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 在几个上面可以重叠在一起 那因为我们之前的版本 你要自己去统一好 这些空间位置的单位 然后它对得到位置 你才能够去做偶合嘛 好 所以 Plus的话呢 提供一个仕图的界面 然后去做模型的设定 那现在的这个Pre跟Plus 这个 Basic跟Plus呢 它都是基于这个 SEflow的前处理功能 SEflow的前处理界面去开发的 呃 大家可以 去看一下桌面 你们的桌面应该会有一个 CoreSim 然后会有一个Plus跟一个Basic 这两个Icon 那你 基本上这两个Icon 开起来的界面 是长一模一样 哦 只不过 哦 差别就是右边那个仕图窗 是可以walk还是不能walk 哦 所以你比如说我开这个Basic 随便开一个专案 那这个界面呢 就是Basic的界面 基本上这个界面 其实就是Credo的前处理界面 如果你有用过Credo的前处理工具的话 这个就是Credo前处理界面 然后它是基于这个前处理的平台去开发 哦 那我们在新增Project的时候呢 哦 这个地方呢 就会要你去选 你要定义的模型类型 哦 你是做AdamsMark 是做AdamsAC4 AdamsACStream 这些偶合的类型 哦 那你去create一个专案 哦 那Basic的话呢 右边这个框框是黑的 就是说这个框框是没有用的 哦 所以你只能透过 这个 左边的Condition这边去做一些 哦 模型的这些设定 哦 所以这边是没用的 但是如果你开的是 Plus 你可以开一下这个Plus的界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